这是近几个月的医疗费用 该交了 给你们家属想想办法 好 我下午就去交 医生 比我弟现在的这个康复状况 大概还有多久可以完全好 他挺能吃苦的 康复也卖力 不过 这段时间你也看见了 这是一个漫长的恢复过程 漫长 是啊 也许三五年 也许十几年 甚至一辈子 都长不起来了 你们做家属的 得做好最坏的打算 对了 最近这段时间 他可能会发生 恶劲呕吐的现象 不过这都是正常的 不要慌张 一有情况 马上告诉我 好吧 谢谢啊 咱俩 算你有良心啊 想我了 这段一直忙 没顾上来看你 给你煲的汤 大骨棒熬的 多喝点啊 对你恢复身体有好处 爸 别忙了 您坐 我有些话想说 一本正经的 好 好 说吧 爸昔耳恭听 爸 这么多年了 也该射个刀了 好 爸 没 没太懂你的意思 爸 我真的太累了 我想做回我自己 您应该也清楚 我不可能做一辈子出产 更不可能像现在这样 去做一辈子出产 这回 你 你这话 爸听明白点了 就是 想回到李洛书的身份 不再回家 做出臣了 是这意思吧 是 我想好了 嗯 这个 是你自己的选择 爸没有权利不同意 但是现在不是时候 爸 对我而言 这是最适合的时机了 我知道这么多年 你们一直对我有愧疚 觉得亏欠了我 但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也给你们添了不少的麻烦 我是觉得没有必要 再这么继续下去了 这样 其实大家心里都不好受 好 您现在也不需要觉得对我愧疚了 咱们两不相欠 你们 我们 亏欠 孩子 要说亏欠 现在 我们亏欠你的更多 好 因为你姐 你才成了这样 从小 你就为了 这个残缺的家 委屈了那么多年 现在正是你需要我们的时候 你怎么能把你最亲最近的人 往外推呢 你也不可能 同意我们两个在一起是吧 如果我再继续在这个家庭待下去 这对我而言它也不公平呢 所以我希望你尊重我的选择 这个事情不解决 我也没有心情去做什么康复训练了 你也不希望我就下辈子在这个轮椅上 让你会离家亏欠我一辈子吧 你也不希望我就下辈子在这个轮椅上 天真 我 我就